欢迎大家,我是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中国书画部副主任,名字叫石耀华,我的英文名字叫Joe Shire-Dahlberg。 我今天非常的荣幸,而且非常的兴奋介绍我们新的展览,在我们的中国书画馆,我们现在我们站在大都会的二楼,在北边。 然后呢,今天我有机会介绍这个展览,叫西山五金,中国山水画传统。 这个展览就是刚刚开幕,然后分为三期,第一期开到明年一月七号。 这一期呢,有五十多件书画的作品,也有二十五多件的器物。 这个展览呢,当然是以山水为主。 然后呢,在每一个展厅都有一段话论,还是诗歌介绍关键的问题。 那么,全展览的关键的问题是什么呢? 就是按照北宋的国西画家,他问,君子之所以爱抚山水者,其之安在。 他的意思就是说,君子高雅的人为什么这么喜欢山水。 所以我就透了这句话,为了我们的关键问题。 然后呢,我们分为九个展厅,每一个展厅都有它自己的题目。 然后每一个题目都是按照这个关键的问题。 所以我们可以进去看看这个展览。 这是第一个展厅。 这个展厅的题目就是所谓的凶伟山水,还是伟大山水。 The Majestic Landscape。 然后呢,它的关键的目的就是介绍山水的长卷。 从十一世纪开始,画家他们用这个形式,长的手卷, 沟通这个山水的特别的凶伟的感觉,特别的伟大的感觉。 所以,虽然某一些山水画家当然会画屏风啊,会画立秋大画。 他们也会从十一世纪开始,也会通过这种形式, 介绍这个山水的感觉。 所以这个形式是怎么用呢? 就是在一个桌子上一步一步看。 然后呢,画家的手段是这样的。 他们就是要通过这个过程,这个观摩的过程,给你一个征途的感觉。 所以就是说,在这个观摩的过程当中,你不只是看画,你不只是看艺术品, 而是行路,走路,爬山,有一个征途。 所以你可以发现,我们是从这个,当然你一看,你会发现有山,有水,有树,有石。 但是你近看,你可以发现有人物在里面的。 这里有一个人在草堂里面的,在这个窗户。 他是看山。 然后你再走一步,你再圈一圈,你会发现,这里有,呃,起路的人。 他是进入这个山水,这个井。 所以你一步一步看,你会发现这些人物。 然后呢,呃,你越看越会觉得你住在这个山水里面的。 这些人物是,所以这是,呃,誓冲的。呃,呃,的呃,特殊的,呃,特殊的,呃,特殊的概念。 它跟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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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挂冲的感觉不一样。 所以在这ua irgendwie叫上学铁节,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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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就是从这个,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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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之前的藏区人格洛夫,他八十年代捐赠的, 然后呢,他虽然是明早期的,他是十五世纪的画, 他是按照这个北宋跟南宋的风格, 他是把很多风格融合在一起, 做一个融合性的宋代风格的明早期的山水画。 所以你越看越会发现,他是各种角度, 这里在这个天空,这里在山村,有一个小楼, 又有文人在里面,他是在看这个高树。 到了最后,随着这个长卷的发展, 你会发现已经变成冬天了, 到了这儿,你可以看有一个雪景, 这个画家他在天空染了墨, 然后在这个山,留了一个空白,一个留白, 表示下了雪了。 所以这是到了最后一步, 你看有一个小桥, 桥上有两个人,他们又回来了, 又回到这个山水里面的, 所以你看完这个手卷, 你又可以回头再进去看。 所以这是我们展览的一个关键文物之一, 这是按照宋代的这个比较写实化的一个风格。 那么在对面有另外一个感觉, 另外一种墙卷。 这一件也是明代的, 但是它是十六世纪的, 这是明代苏州的文正明的亲戚叫文博人。 它存实的话也并不多, 所以这个很珍贵, 这是一个私人收藏品, 我们这个展览当中有机会给我们的观众看, 我们特别的兴奋。 所以你看,对面的是比较写实, 这个是比较文人风格的, 它是以笔墨为主, 所以你可以看它的存法。 它也没有这个手段, 你一看就不会觉得它是一个窗户, 它就是以笔墨为主, 这个文人画的感觉。 然后呢, 因为它不是画在它窗户外的一个山水, 这不是所谓的写生, 还是写实画。 这是梦中的, 这是画家梦出来的形式, 梦出来的这个山形。 所以你看各种各样的不可思议的山水的形式。 在里面它也有很多人物, 所以我们可以在观摩的正途当中, 我们可以碰到很多代表我们观众的人。 这些人在河边, 他们在看这个瀑布, 在看这些怪石。 这里有一匹马, 它在喝水。 所以你必须要记住, 这是一步一步看的。 我们当然这里有我们当代的博物馆的展览方式, 但是之前呢, 在传统的环境之内呢, 它是在桌子上一步一步看的。 所以你也不知道在你看的一段的后面有什么风格, 有什么山, 有什么水。 在前面是很密的山, 到了这一部分, 就很宽的一个江河景。 这里有人在周中, 有人在过桥, 这里有水车。 而且这个手卷它特别长, 所以所谓的我们这个展厅的这个题目, 所谓的凶伪山水还是伟大山水, 它不是按照大哨, 而是按照时间沟通这个感觉。 它的凶伪在哪呢? 就是说在正途当中。 这里有寺庙, 山中的寺庙, 萧寺。 有两只鹤在天空, 有这个奇云, 最后有两个人他们坐着看。 然后到了最后这个题目, 文博人, 他告诉我们这个长卷, 对他来说是大事情, 他花了一年半这张画, 出了很多例。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第一个展厅, 在西山五金这个展览, 第一个展厅就是所谓的凶伪山水。 它就是按照这个西山五金这个感觉, 就是说山水五金的感觉, 这个表题而开始的。 那另外一种感觉, 当然是大理咎, 我也挂了一个大理咎, 就是表示它的不同在哪呢? 这个从远看你都可以看得到, 它一看就看得到, 跟长卷的这个观摩的方式不一样。 那我们往下看。 往下看第二个展厅就是所谓的诗意山水, 就是跟诗歌有一定程度的关系的山水画。 所以这是我们的关键文幕之一, 这是十四世纪初的堂弟, 它就是元代的招蒙福的一个弟子。 然后呢, 他是画这个所谓的李国风格的山水画, 李承跟郭西合在一起的。 那在他的款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话, 他说这一张山水画是有末节诗意, 就是有王伟的意思的一个题目。 但是他不告诉我们是王伟的哪一首诗, 所以它就是, 它是一种游戏, 因为十四世纪的文人的观众, 他自己的观众, 他们当然都会知道很多很多诗歌, 他们从很小会背下来, 王伟、杜福、李白这些唐人的诗。 所以他不告诉我们是那一首诗, 但是他给我们一些, 他会给我们一些小的符号。 所以我们在像王伟的哪一首诗呢? 这里有一个人, 有一个文人, 他是坐在河边, 然后呢, 他看着河, 然后在上面呢, 这里有云。 所以我们会猜, 他是想到这个王伟是行到水中处, 坐看云骑石。 然后呢, 他有一点的神秘的感觉在里面的, 他不只是一张画, 他没有提这首诗, 他不告诉我们是哪一首诗, 他要让我们猜, 他要让我们享受这个游戏。 所以这是画跟石的一种关系。 那么这件艺术品, 是私人收藏品, 也特别重要的。 宋代的, 应该说是盒卷, 它是两张画, 表在一个手卷。 然后他跟石的关系有一点不一样。 你看在前面, 他有几句话, 《山羞爱石拳》, 就在这张画的前面。 这是杜甫的一句话, 从杜甫的诗, 拿出来的一句话。 所以有一首诗的部分, 然后有一张画, 是这个云山图, 很模糊。 它是文人画的出发点, 它是十二世纪的山学画, 所以非常罕见的, 早期的宋代的文人画。 这是北宋后期南宋的前期的一个文人画。 然后在他后面, 他又有一首诗, 但是这个不是杜甫的诗, 这个好像是这个书法家的诗。 这个画的神秘在哪呢? 是没有款, 所以我们不知道画家是谁, 我们也不知道这个书法家是谁。 但是诗好像是他自己的一首诗。 到了第二张画呢, 又有杜甫的一句, 《长山时间流》。 然后我们有一张画, 有两棵树, 古树在中间, 它们绕在一起的。 但是在他后面, 什么都没有, 非常模糊的早期的文人画, 很典型的十二世纪的文人画。 用的春末、水末, 但是非常不写实的, 比较抽象的。 在他后面又有一首诗, 又是书法家本人的一首诗。 在他后面, 有留个十二世纪的提拔。 这些人会提到画家的名字, 但是他们只用他的号。 所以我们还是有一点不清楚画家是谁。 有可能他是北宋的司马光的后人, 叫司马怀。 然后呢, 也可能这张画跟没有人有一定程度的关系。 我推荐, 因为当然我们的, 为了保存我们的艺术品, 我们的展厅是比较黑暗。 所以我相信你们观众是看得有一点模糊。 我推荐你们到我们展厅来看原作, 感觉不一样。 我也放了一些器物。 右边的跟苏东坡的前后吃比辅有关系的, 它是有香水在一面, 然后有书法在另一面, 两首诗都有。 我们离开这个展厅之前, 就是最后又要看这幅画, 这个手卷, 它是李伯的数道南图。 所以他就是这个十七世纪的画家叫古福正, 在他的想象当中的四川山水。 当然他是按照李伯的这首诗, 他可能没有去过四川, 他是扬州人, 新华人。 但是因为这首诗, 他说到熟到山高, 然后很难走。 所以他梦出来, 他想象出来这种非常密, 非常绕, 非常复杂的山。 所以这个又是画跟诗的另外一种关系。 这个展厅呢, 我们的关键的一句话就是, 又是郭西的画论出来的, 它是诗是五星画, 画是有心诗。 所以这是所谓的诗以山水。 那么往下看, 这是我们第三个展厅。 第三个展厅的题材, 就是所谓的魔力山水。 这是便有冬天的感觉。 就是在山中有各种各样的超自然的因素在里面的。 比方说有道士在这些洞里, 也有佛教的洛汉, 有各种各样我们在这个城市里面的人, 意想不到的事情。 然后呢, 画家他们有各种方法, 表示这种超自然的感觉。 最普通的就是用这种颜色。 这是所谓的青绿山水。 它是有蓝色也有铝色。 然后呢, 他们一般来说是用的狂料。 有孔雀石, 有清金石。 所以我也提出来, 从我们的库房提出来两件。 洛汉的雕塑, 它们就是按照这些狂料而雕出来的, 刻出来的。 就是给我们的观众一个器物跟画的关系的感觉。 那么说到青绿山水, 这件画很有意思。 它是二十世纪入管的。 然后呢, 好像它从来没有讲过。 为什么呢? 因为它是假画。 它有这个款, 它有宋代的款, 然后呢, 它有宋代的交播剧的一个款。 它也说它是在宋朝的内府的一个提拔。 印章、提拔。 艺术家的款都是不对的。 都是假的。 这是很明显的。 应该是可能是七世纪的一个复制品。 但是呢, 我觉得我们提供给我们的观众这个机会, 他们可以对比假画跟真画。 他们可以自己联系他们的坚定的这些技术。 所以, 而且, 因为它也表示这个别有冬天的概念, 表示的很清楚的。 你看这个青绿的山, 你看这些白云, 又有一条龙生出来, 在云上这几条龙。 所以这个肯定不是在我们的世界里面的。 这个表示古代中国的思维当中对山学里终认识。 就是说, 在城市外面, 在山中, 便有冬天, 有各种各样的超自然的因素。 那么在这里面的关键的书画文物呢, 就是这件手卷。 这个手卷就是, 这是真的早期的十二世纪, 应该十二世纪的青绿的山学画。 到了今天, 它的这个青绿的框料已经变单了。 但是呢, 你还是可以感觉到它原来的感觉, 就是蓬来, 还是别有冬天的感觉。 各种各样的世界里, 蓬不到的山的形式, 也有这些白云, 走来走去的这些白云。 它虽然有建筑物, 有周中的人, 你一定可以感觉到, 这是我们世界之外的一个地方。 到了最后, 有这两个人, 他们在看这个洞。 说不定你进去这个洞, 就会去更有提趣的一个地方。 这张画呢, 也很神秘, 因为它自己没有款。 然后呢, 我们基本上不知道画家是谁, 我们就可以定一个年代, 可能是二世纪的画。 我也提出来展这个所谓的江一, 这是一个道士会传的衣服, 也非常非常的豪华的, 这是到了宫廷的质量的一个文物。 所以这是我们的角度, 从这里看呢, 就是从道士, 他在做这些魔力活动的过程当中, 我们会从他的背面看。 所以这是从他后面而看的, 然后呢, 我们观众会这样看的。 你看它有五条龙, 然后在它下面, 它就是有这个山水。 有山字形式的山, 在中间也有云, 各种颜色的云, 也有水, 有波澜。 所以包括在这种道士的衣服的上面, 也有山水。 也拿出来一些器物。 就是碧玉。 这种玉, 它是很适合做便有冬天的山水, 因为它自己的颜色也很特殊。 就是古代中国的思维当中, 它自己是有魔力的因素在里面的。 所以这个很特殊的颜色, 特殊的反光的质量, 特别适合玉为了这种山水。 这个展览的一个特别的方面在哪呢? 就是说我们把一些长期没有展出的艺术品, 还是一些从来没有展出过的艺术品, 拿出来给我们的观众看。 这一件石条瓶, 这不是画, 这是科斯。 这是1913年入管的, 然后呢, 好像我们从来没有展过。 它也是变有冬天的这个题材。 虽然在下面我们有很多像古代文人, 在它里面他们也有很多神仙。 这里从上面, 他们是起云下来的神仙。 周中, 在这个博览上面的周中, 也有一些神仙。 这个原来一定是在屏风, 还是在两个屏风, 然后你可以想象到在很豪华的建筑物里面的展出。 当然是很有, 是很壮士的, 但是也很好看的。 这是19世纪的, 应该说是清末的科斯。 最豪华的科斯, 它们是每一线是不同的颜色, 然后指出来的, 这个图像是指出来的。 这个呢, 因为它没有这么豪华, 很多它的这些细节, 很多是画出来的。 就是在这个科斯上面画出来的。 不管怎么样, 还是非常好看, 非常值得展出的艺术品。 OK,往下看, 我们到第四个展厅。 我觉得第三个展厅跟第四个展厅的气息完全不一样。 在这里有很多颜色, 有这些立体的器物比较多。 到了第四个展厅, 它的感觉完全不一样, 很平静, 很安静。 这是所谓的银翼山水, 还是厨师山水。 它的概念是这样的, 就是说有的时候, 世界很乱。 你看政治方面的, 还是各种方面很乱。 所以你可以从世界, 就回过来, 就回到山中去。 就是把自己的, 把自己调出来, 然后造成你自己的空间在山中。 所以有的时候, 你会看到我们的中国古代的山水画当中。 你远看, 你会觉得, 哦,对, 这个很明显。 它就是有山, 有水, 有树, 有的时候有一些石头。 但是你近看, 你会发现在里面的, 经常有文人, 比方说, 有文人, 在这个草堂里面的。 然后呢, 他们是追求这种比较单纯的, 比较纯粹的生活方式。 这里他们有一个, 他们有一个弟子, 有一个书筒, 他是帮他们跑茶。 然后呢, 他们坐在这个草堂里面的, 在河边。 然后他们是, 他们的活动是什么呢? 他们也会下棋啊, 会倾弹啊, 会弹琴。 所以这是所谓的引译山水。 然后呢, 这种山水, 这种题材, 是经常在, 政治上, 政治情况比较乱的时候, 出现的。 这一件呢, 这是十六世纪的, 十六世纪末, 可以说是晚明的, 丁云鹏的早期的作品。 丁云鹏呢, 他就是按照, 他早期, 尤其是按照苏州的画家, 文正明的传统。 然后呢, 这是他的很好的, 以前早期的作品。 又是四人收藏品。 又是四人收藏品。 在这个展厅里面的, 我们有四件艺术品, 表示这个所谓的引译的山水。 在展厅的这一边, 另外有两个利州。 因为这个展览, 不是按照这个时间的顺序布展的, 而是按照这些题材。 所以我可以把不同的时代的画, 不同的艺术品放在一起的, 然后提供一个按照题目的空间。 所以这个是十九世纪的, 已经到了嘉庆, 嘉庆时代, 清中清中末的画家, 叫前渡的一个艺术品。 但是他也是学习这个文正明的, 所谓的文派的风格。 然后这儿, 他的款就是北宋的一个文, 关于厨师, 关于引译。 在画的中间, 刚好有一个文人穿着红色的衣服, 在他自己的这个书物当中, 他是在一个竹林。 所以这个山水画, 这个里就像之前的丁云旁, 远看你会觉得, 哦,这是很明显的, 就是以山为主的, 这是山水画。 但是山水画里面的, 总是有这种叙事在里面的。 然后这些故事, 经常跟所谓的处事的生活方式有关系的。 后摩公也是明中期的文正明派的弟子, 然后呢, 这是他1569年的一张画, 后摩公的画并不多, 这是我们广藏的。 又是高山, 又是这个桥木, 但是在下面有两个文人, 又是坐在河边, 看书, 谈话。 这是所谓的单纯的隐匿山水。 等到最后给你们看这个展厅的关键文物。 这是一个手卷, 四人手藏品, 非常罕见的。 我又很兴奋提供给我们的观众看。 所以你可以看, 它有两个引手, 这两个引手都是同四个字的表题, 两场草堂。 两场草堂就是十四世纪元代的一个文人, 叫张景, 张德昌的书物的名字。 然后在这两个, 这是赵雍, 赵孟夫的儿子。 也有同时代的五父孙, 很早的这个传书的引手, 非常罕见。 在引手之后有两张远代的画, 远代的文人的话呢, 然后他们的题目都是这个张德昌的这个书物, 两场草堂。 说不定这两个人王冤, 跟朱德仁, 从来没有看见过这个书物。 所以这个也可能就是他们的想象出来的图像。 我之前提到, 这种引力, 还是出世的概念, 出世的山水, 是经常在政治很乱的时候出现的。 所以你想到这些韩族的文人在元代, 蒙古元代的这个环境当中, 他们画这种引力的山水, 还是这种所谓的别号图是非常多。 那往下看, 下一个展厅是跟这个展厅的感觉又是完全不一样的。 这是有三件当大的作品在里面的, 然后它的题材是所谓的秋象山水。 这三件画呢, 他们就是按照古代中国的画论的一些概念, 的秋象概念, 把它们跟这个现代跟当代的秋象画的一些因素融合起来。 做一些古代当代中国思维, 这个当代思维的融合性的艺术品。 在中间有郑重宾, 他是出生在上海, 然后住在美国的一个秋象画。 然后走进去, 在这个很小的空间里面的有三张大画。 这是章鱼, 又是另外一种角度, 做一些新风味的秋象的山水。 一定有山水的画论在里面的, 但是他的手法, 他的画法, 跟他的这个规模, 都是跟当代有关系的。 最后一件是李华生, 四川人的格子画。 李华生呢, 他早期的画都是山水, 尤其是跟四川本地山水有关系的山水画。 但是到了九十年代, 他就放弃山水, 开始做这些格子画。 每一天都会画格子, 宣纸, 墨, 跟笔。 他的这些工具, 跟之前完全一样, 但是他的效果是完全不一样。 那我们的观众觉得这个跟山水画有关系, 还是觉得没有关系, 你可以自己来我们的展厅, 看看说明派自己决定。 但是我们经常会把一些当代的作品, 讲在古代的作品的旁边, 就是提供一个对话的空间。 所以在这个展览当中有五件当代的作品, 像这样在这里。 从当代回到古代。 这是我们最大的展厅, 题材就是所谓的防古山水。 在十五世纪开始, 很多画家他们开始回头看古代的画, 然后呢, 他们会在他们的画的上面告诉他们的观众, 我画这个山水是我的风格, 我已经自成一家。 但是我在想到一个五代的画家, 还是想到一个宋代的画家, 就是启发我, 然后让我做这个新的创作。 到了十七世纪呢, 这个就非常的普遍。 然后呢, 在这个普遍画的过程当中, 从万民的董奇昌, 这个画家, 评论家, 然后收藏家, 他的影响力非常的大。 那么, 所以这个展厅呢, 所谓的防古山水, 他是从董奇昌的这个, 董奇昌跟他周围的人开始。 那么在宋江, 不只是董奇昌, 在宋江的董奇昌的一个朋友, 画家比董奇昌还要老几年, 是这个古江义。 古江义的画, 传世的画也不多, 这是私人的收藏品。 然后呢, 这是一个新的, 一个长卷的形式。 他是按照四个元代画家的风格, 从你赞开始, 你现在看你赞。 然后呢, 他很微妙的转变, 从这里开始做皇宫望, 这些都是十四世纪的元代的画家。 这些明代的画家, 这些明代的画家特别喜欢元代的这些文人画, 往下看就变成王蒙的风格。 你现在已经进入王蒙的空间。 然后最后, 有一部武镇, 原末的武镇。 所以, 到了17世纪, 这是一个新的概念。 你会说, 这是我的作品, 这是我的风格。 但是呢, 我已经把所有的这个中国山水画的传统, 我已经吃下来的。 然后呢, 他会, 不管怎么样, 我不是学生, 我不是学习, 这不是学习的作品, 但是他就是从古代的这些画法, 这些风格出来的。 这是古正义跟董奇昌的创作的一个角度。 这是我们的董奇昌的一个很好的次页。 晚期的作品, 1630年。 然后每一开, 这个次页的每一开, 都有不同的画家的风格在里面的。 这里, 他告诉我们, 这是他, 他学习尼赞, 又是元代的画家。 这是学五代的巨人, 在这儿。 这开, 他不说, 但是很明显, 要么是米妇, 要么是高科工。 他是所谓的米点村, 你看这些有一点像米的这个点。 然后呢, 集合起来做一个山水。 但是董奇昌, 他自己的风格这么重, 我们当然, 我们看这些, 我们不会觉得这是米妇的画, 这是董元的画, 这是巨人的画。 所以这是一种新的创造的方式, 又看古代, 又看未来。 那在董奇昌之后, 他有很多弟子, 他们继续这个传统, 然后呢, 他们可以说, 系统化这个传统, 包括王剑。 王剑就是学习董奇昌的概念, 然后学习他的画法。 但是有一点系统化, 这是新入管的一个新的产品, 这是一个纽约的收藏家捐赠给大都会的。 他捐赠的时候, 他在一个景框里面的, 然后呢, 我们的修辅师, 他们标称丽州, 按照上海的三十年代的风格。 因为在他的表边, 在这儿有上海的收藏家五湖番的提拔, 所以我们就是要尊重五湖番的提拔, 当然不能认掉, 然后呢, 我们要配颜色。 后来我们配的颜色方式就是用五湖番自己的年代的一个风格。 这是第一次我们的观众能看到。 在这个作品里面的, 王健是学习北宋的山水画家范宽。 我们的观众可能知道, 在台北故宫有一个很有名的范宽的山水丽州。 这是王健对范宽的认识的一个作品。 王健确实画范宽的风格比较少, 所以这个很重要的。 往下看, 这个手卷, 你看王健, 又是王健的, 跟上面的丽舅是同一个画家, 十七世纪的清早期的画家。 在这幅画当中, 他是学五代的董源, 然后呢, 他在这个提拔当中, 他告诉我们, 他是想到董其成自己的手藏里面的一个, 这个董源的画。 所以这个学习古代, 然后创造新画的过程, 他们都录在提拔当中, 然后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 这些人的创作的概念, 他们创作的方式是怎么样。 这件手卷又是四人藏品。 那么所谓的方古的神学, 它也不只是古代的活动, 你看之前我们看到五湖番的提拔, 五湖番本身呢, 他在二十世纪, 就是在上海, 他又是追求这个方古的概念。 他一天当中, 他会学很多古画, 他也会创造他自己的画, 然后呢, 这些新画跟老画, 他们有一定程度的关系。 然后呢, 五湖番的学生, 王继谦呢, 所谓的C.C. Wang, 王继谦先生, 他从五湖番学习画画, 也学习修藏。 这是王继谦本人的一幅山水画, 这是1986年的画, 刚刚捐赠给大都会的。 然后在他里面的, 他也没有告诉我们, 他是学什么画家, 造成这个新的风格。 但是呢, 我们知道, 因为王继谦是收藏古画, 就是20世纪的大收藏家, 我们知道他看的画很多很多。 我自己在里面的, 我会看一些宋代的画家, 但是我也会感觉到, 就是清早期的八大山人, 在他的某一些形式, 然后在他的颜色, 我也会感觉到清早期的石头。 那我们往下看, 我们也会看, 我之前说, 这个仿古的过程, 他也没有停滞在古代, 他继续到现代, 他又继续到当代, 王继谦他40年代搬到纽约来, 然后呢, 他在这里也有学生, 这是他的学生的作品, 他的学生之一的作品。 这个画家叫张宏, Arnold John, 然后呢, 他就是王继谦的学生。 他的学习的过程, 他运气非常好, 因为他住在纽约, 但是因为王继谦先生有很丰富的古代的作品, 在他自己的收藏里面的张宏的学习过程, 跟吴胡帆的, 跟王健的, 跟董基昌的, 也有一定程度的关系。 因为他这么学古话呢, 他就是从原作而学习的。 所以这是他的房源人山学。 然后呢, 他表示一些房古学习古代的因素。 17世纪的房古的山学的这个系统化的过程当中, 有一个很重要的出版物。 这个出版物是所谓的戒资源画传。 这是南京的李玉。 然后呢, 这个作家, 然后出版社的一个老板。 然后呢, 他邀请一个画家叫王盖。 来画一些房古的山水。 他的这个, 他也邀请这个王盖。 画一些书啊, 一些石头啊。 然后呢, 这个出版物戒资源画传, 他的目的是什么呢? 就是让没有学过画的画家, 叫他们怎么画山水。 所以, 他的两个梁卷。 这个出版物的梁卷, 有翻古的山水在里面的。 这是王盖。 学习古代, 学习古代。 然后呢, 他们是版本的出版物。 我们有很好的早期, 这是, 第一次出版的一个版本, 1679年出版的。 这些是二十年代入管的。 然后呢, 好像最近的五十多年都没有展出过。 所以, 我放这些版本在这个展厅里面的。 就是表示这个, 这个翻古的山水到了1679年, 已经变成流行文化。 很多文人, 很多想变成文人的人, 很多画家, 很多包括一些就是年轻的画家, 他们都会从节制园画家开始, 画传开始。 包括现在, 我相信我们的观众当中有一些人, 他们用过节制园画传, 包括中国也是, 日本也是, 韩国都会用。 西方也用。 所以, 节制园画传, 它是这个翻古山水的流行画的过程当中的很重要的一个出版物。 那么, 在董基昌之后, 有很多画家, 说不定他们看过董基昌自己的画, 还是读过他的画论, 还是碰到过他的画的复制品, 还是怎么回事。 在17世纪, 他的影响是非常非常的大。 然后, 萧云总, 他是安徽的画家。 在他的画当中有一些形式, 有一些风格, 有一些笔法, 你会感觉董基昌的影响在里面的。 但是我们, 我们不是很清楚他有没有真正的学过董基昌的画。 但是你看, 他在里面的, 他的这个线条是非常的强, 非常的远, 非常的优雅。 但是他的这些山和石头的形式, 是非常的尴尬, 非常的不稳定。 这是从董基昌, 可能是从董基昌的传统, 学出来的一个创作的方式。 有一点像20世纪初的这种抽象画, 这个山水, 它并不稳定, 它是有一点cubism在里面的。 另外呢, 从这个手卷, 我们会发现萧云总, 对颜色, 对色色的方法的感觉, 是非常非常的微妙, 非常的优雅。 它是用的这个单青, 单绿, 还有一些单红在里面的。 这是四人手藏品, 非常罕见的, 很好的萧云总。 那董基昌呢, 他也不只是几种水墨, 在宣纸很单纯的画, 他也有这种精纸上面的画。 所以这是董基昌比较豪华, 规模比较大的侧业, 然后它的效果是有一点不一样。 但是它的线条, 它对墨的这个感觉, 包括它的这些不稳定的现实的形式, 都在里面的。 这里它也是方早期的宋代和元代的画家的风格。 我之前说, 这个米点村是很, 是比较明显的一种存法。 但是这里它是米点村, 它没有提字, 我们会觉得是米服, 还是米友人, 还是高科工。 但是在它的提吧, 在它的提字,提款, 它说, 这是方从你这个元代画家的风格。 所以董基昌对古代, 有它自己的认识, 我们也有的时候, 我们有一点难以明白。 但是我们都是要学习董基昌, 它的影响力非常非常的大。 那么往下看, 在这个展厅的这一面, 有一些, 有一些其他的仿古的山水画家。 那么, 云秀平, 他是往回, 清早期的往回的一个朋友。 然后呢, 早期他是画的山水画, 画的比较多。 后来有人推荐他不要画山水画, 因为你的朋友往回, 他是高手, 他是千年的一个高手, 然后呢, 你不会跟他比。 所以这个人推荐, 他要强调画画鸟画。 然后后来, 袁秀平的晚期的作品是画鸟画比较多。 但是从这个字页, 这是一个十开字页当中的四开, 我挑出来, 在第一期有四开, 在第二期又会有四开。 我们会发现, 他的笔法, 他的笔墨是非常非常的妙, 很有感觉的一个山水画家。 所以这是他三十多岁化的, 早期的作品。 然后我们会发现, 他还是在学习这些古代的作品。 然后呢, 他可能是从原作, 在他的这个老乡的收藏家的收藏里面的原作学习的。 所以这个可以说是他的学习的过程当中的一部作业。 很可惜他到了晚期, 他就放弃山水, 他画山水画得非常好。 我之前介绍戒子元画传的画家叫王盖。 他是南京的一个职业画家, 然后他的强点是什么呢? 他什么都可以画, 他各种风格都很舒服。 所以黎玉找一个画家做图为了他的戒指元画传的时候, 他是想王盖, 是非常得体的一个选择。 但是王盖自己画画也就是自己的原作还传释。 到了去年我们的藏品里面没有王盖的画, 但是最近有一个赞助人捐赠, 这个很好的王盖。 他是所谓的金陵旧怀, 金陵旧感。 想到南京之前的, 然后在他的提款, 他说他是想到十七世纪比他更早的画家, 画赵大年, 北宋的赵大年风格的一个金陵旧怀。 所以这个展览, 我很兴奋有机会把一些新的藏品介绍给我们的观众。 这里又有两开往该设计的戒指元画传的一些版本。 那我们往下看。 下一个简厅呢,这个题材是所谓的圆岭山水。 那么设计一个圆岭有一点相当于立体的画画。 设计的人, 要么是这个文人本身, 他的主人本身, 还是一个职业的设计师, 他们就是按照一些, 当然从自然出来的概念, 但是也从画画, 山水画出来的一些概念, 设计这些圆岭。 那么这个展厅里面的, 也有一个很小的题目在这边, 就是圆岭山水的题目里面的一个小题目。 这张小画呢, 就是大都会第一个中国书画藏品。 这是1902年入管的一个藏品, 好像过去几十多年都没有展出过。 我这么发现呢, 我是学习这个1902年的赞助人叫Heber Bishop, 他捐赠的很多, 尤其是18世纪宫廷的玉器。 然后呢, 你看这个屌鱼的笔筒, 原来这个画是怎么入管的? 它就是圈在这个笔筒里面的, 就是为了提供一个文人的气息。 它根本不是为了它的实觉的美丽而捐赠的。 然后我们有一个照片, 原来你可以看在笔筒里面的, 有两支笔, 有一个如意, 然后有一个手卷, 就是这幅画。 所以这一次我有机会把它展开。 然后呢, 我自己觉得很有趣的一张画, 它是十九世纪的小名家, 但是它是画他的朋友的圆林。 所以圆林山水的题材当中有这个小题材, 就是大都会的第一个中国书画藏品。 那么圆林的山水有什么特殊在里面的? 设计的,设计师他们会放一些石头, 这些圆林当中的石头, 表示山, 然后他们会做一些湖, 表示海。 然后呢, 主人他会坐在他中间, 在这个草堂里面的。 所以这是十六世纪的, 也是文派, 应该说是无门画派的一个画家, 他没有款, 所以我们不知道是谁, 但是可能是文博人之后的画家, 还是文博人的这个周围的人。 你看我们有这个主人坐在中间。 这里有清早期的武力的圆林的山水画。 这是武力的竞品之一。 你看他的墨色是非常非常的微妙, 然后他的笔法, 你看这些书页什么的。 你愿望看会觉得很复杂, 但是你近看, 你会觉得他是很有他的逻辑。 主人他坐在这个椅子上, 在圆林的中间, 然后你可以看这个圆林的墙壁。 所以人设计的山水在墙壁的里面, 然后呢, 大自然设计的山水在墙壁的外面。 但是他们应该是按照同一个逻辑。 那么这个展览的最后一个当代的作品, 我还没有介绍的, 就是跟圆林的山水画的历史有关系的。 这是住在北京的画家郝亮的作品, 叫此郡土。 然后呢, 你看他是一个墙卷, 我们其实只能展85%左右。 所以前面他还有很多很有意思的, 后面他还有很多很有意思的。 但是我们就尽可能展所有, 就展了可能85%。 那么, 他开始就是春末, 水末, 就是黑色跟灰色。 你到了这儿, 你会发现, 这是跟王伟的王传图有关系的。 王伟的王传图是八世纪的, 他是唐代八世纪的王伟, 这个画家和诗人, 自己画他自己的圆林。 所以你看这些形式我们知道, 因为我们看过他的复制品, 穿下来的复制品。 郝亮在这儿是学王传图, 但是他稍微变了, 让他给他有一点古代和有一点奇怪的感觉。 我们不知道这是哪一种山水。 从这儿他转变, 变成彩色。 从这里他就都是色色。 所以这个春末的一段, 它是一种古代, 想象当中的古代。 到了这儿, 我们是到了十六世纪。 他在这儿, 他是开始学习明中期的王传图, 在太藏的园林。 这个园林在历史上是很有名的。 然后他也有一些当时的画家画过他的园林, 所以郝亮他也学过这些画, 然后画出来他自己的梦想当中的王世珍的园林, 跟之前的图像的园林的融合性的一个图像。 这里有一些文人, 他们在园林看这个湖, 然后看这些石头谈话什么的。 到了最后, 我们看到一个很奇怪的一个形式, 这是摩天论。 就是郝亮他去那个王世珍的这个园林的古地, 他发现有一个新的园林在那边创造了。 然后他有摩天论。 所以这个给这个艺术家一个大的震撼。 他觉得他必须把这个摩天论画进去。 然后呢, 你发现这个摩天论在最后, 你会发现在画当中有很多在这个摩天论的这个小车里面的人, 他们是从当代回到古代。 在这儿有一个, 在这儿有一个在水里。 包括在这儿, 他们也回到明代。 所以他是探讨时间, 他是探讨这个中国文人的原理的传统历史, 探讨很多很多的故事。 那么往下看, 这是所谓的崎岖山水。 到了17世纪, 很多山水画家, 他们画画的时候, 他们也不是看自然。 他们也不是坐在他们的窗户的旁边, 做所谓的写生。 这些山水画都是从他们的这个想象中, 他们的梦想中画出来的一些形式。 然后呢, 到了17世纪, 在画论里面, 很多画家, 包括一些书法家, 设计师, 设计器物的人, 他们是按照所谓的崎岖而设计东西的。 那明中期呢, 他们可能是比较强调美丽。 这些人, 他们是强调所谓的崎岖, 还是奇怪的形式。 所以, 奇怪的石头。 还有, 在书法里面的, 比方说王朵, 这个画是张瑞图的, 他也是书法家。 他写书法和画山水画, 他们的目的都不是要做太美丽的图像。 他们有一些奇怪在里面的。 这个简厅呢, 所谓的崎岖山水, 我只有三件, 立州, 这都是十七世纪的山水画。 从张瑞图开始, 也有王朵的山水画。 那么王朵在明晚期是非常有名的书法家, 但是他也画山水画。 然后呢, 你可以看, 你对比他的字, 他的书法跟他的山水, 你都会发现他们是同样的理论。 他不要太美丽的形式, 所以有各种各样的奇怪的形式在他字, 包括在他的山水里面的。 这个根本不是我们世界当中的山水, 而是他的笔下的山水。 那么法洛珍, 他也是十七世纪的山水画家。 然后法洛珍在他的画是特别明显, 这个所谓的崎岖的概念。 你看他的山, 也可能是云, 也可能是水, 也可能是山还是石头。 他想要表现一个很模糊的图像。 所以这是所谓的崎岖, 十七世纪的崎岖的山水。 包括在一些器物, 同时代的器物设计方面, 他们都会追求这个崎岖, 包括这些石头。 他的茉莉在哪呢? 不是在美丽, 而是在奇怪。 这是这个展览的最后一个展厅, 它是江和山水。 然后呢, 因为我一直在说这个词, 山水画, 那有山有水。 在中国的山水画的传统当中, 中国的江河是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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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 可以说水也是一个山水画的关键。 所以中国的河经常会出现在山水画。 这件藏品很有意思。 你可以说它是一个, 它是地图跟山水画之间的一个艺术品。 它的题材就是黄河。 在这个手卷的头你可以看海, 然后你看这些青路的山。 这里有黄河。 到海, 然后手卷你是跟着这个黄河。 从海到山。 这件藏品它是, 它好像它没有款, 但是它好像它是康熙桥的宫廷的一个艺术品。 就是康熙皇帝。 因为它是很年轻而变成皇帝的。 所以它慢慢的要学习中国, 要学习它的国家。 所以地图在这个学习的过程当中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工具。 然后呢, 这些所谓的地图, 经常不是那种比较无聊的这种版本地图。 它也会有这个非常豪华的宫廷画家的地图。 远看你会看到这些青绿的山水。 它当然是按照我们在第三个展厅看到的所谓青绿的山水的传统。 但是你近看, 你也会发现,我不知道观众能不能看到, 在每一座山, 在每一个地方都有写的金的字。 这个金色的字。 所以这个地图是非常具体的, 也很有细节的一个地图和艺术品。 很可惜我们不知道画家是什么名字。 好,我们往下看。 强调江河的山水图像。 它们也不只是在画中, 而且在器物上面, 尤其是在十七世纪的时候。 包括陶瓷有很多这种很有江河意的一些山水图像。 所以你可以看,在这个瓶的上面, 它是基本上这些图像是从文人画的传统出来的。 但是到了这时候, 有景德正的作陶的画家, 他们也会学会这些山水的图像。 所以我也选了一些器物, 包括这个非常有印象力的青花的大片, 表示这个中国的山水的传统。 它也不只是在画家的笔下, 而是在这个做陶瓷的人的笔下。 包括主角,包括器器都有。 然后呢,这些山水的图像, 他们经常会有江河的这个图像和这个环境在他们的中间。 那么我说江河, 我应该把大运河放在里面的, 因为当然大运河它是人做的, 它也不是自然的一个河, 的一条河。 但是我们有这个地图, 大运河的地图是非常有趣, 所以我也包括在这个所谓的江河山水的里面的。 所以你看这个地图, 有一点像之前看到的黄河图, 它当然没有那么豪华, 但是它也是从北京, 从最北边大运河的最北边的开始。 然后呢,我们走这个大运河, 从北往南。 然后看每一个城市, 每一个湖, 每一个桥, 都在里面的。 这种地图呢, 这种地图呢, 是它的艺术性当然没有黄河图高, 那一件是宫廷的一个作品, 这个可能也是一种本地的作品。 画它的画家, 他们的训练没那么高, 但是也非常有历史的意义。 到了这里, 我们又碰到黄河在上面。 下面我们会看一点点的淮河, 但是大运河是我们的英雄在这个地图。 所以这个地图是非常强的, 这个第一期我们只能讲一段, 但是到了第二期我们又会开第二段, 到了第三期会开第三段。 所以对历史感兴趣的观众, 我推荐你来学习学习。 那么我们回头看这个展厅的另外一个关键文物, 这是乾隆的南生徒第四卷。 我们大都会, 我们非常的荣幸有乾隆的南生徒的两卷。 这是第四卷。 第四卷呢, 是什么? 它的题材是什么? 就是乾隆去看河。 乾隆当然他知道从高谷有下带的大鱼, 他控制河, 控制江河, 然后他是这样变成一个很好的皇帝。 所以乾隆他知道这是很有符号性的一个故事, 所以他要表示他是明白这个历史, 然后呢, 他明白他的重要性, 皇帝去学习控制江河的方式。 我之前强调山水当中的水字, 然后这个手卷规模很大, 然后大多数的内容都是水。 所以你可以看许阳这个乾隆宫廷的画家和他的弟子。 这当然是一对人一起画。 你可以看他们, 他们的水的画法。 这些波兰, 他们也是很有历史。 这些都是学习古画, 而画出来的一些画法。 你看这些波兰, 他们也可能是学的南宋的马园, 还是玉坚, 都有这种波兰在里面的。 这些南宋图的另外一个很有趣的方面在哪呢? 就是他们在里面有风俗画, 可以讲的风俗画, 我们可以看到乾隆, 当然他是被理想画的风俗画, 但是在这儿我们可以看乾隆, 他是穿的蓝色, 在这个黄色的下面。 然后呢, 他就是讲画, 因为乾隆他对这方面的技术方面的, 他很感兴趣。 所以他所有的忠诚, 他们都在听他。 这可能非常现实, 他肯定会讲很多话, 在这些南宋的过程当中。 这里他是去检查那个淮河跟黄河。 这些风俗画的因素在里面的, 你看, 这些人在准备, 乾隆还没到这里。 但是这里有两个人, 有三个人在烧一烧, 准备乾隆。 乾隆会坐在这里, 所以必须要弄得干干净净。 另外一个视觉的方面, 我应该提到, 就是所谓的透视法。 到了这时候, 在乾隆的宫廷, 这个立体感, 这个从欧洲的画法的, 所谓透视法, 它是非常流行。 所以徐扬这个画家, 他学得很好的。 你看在这里, 他的深远的感觉, 他是按照西方和中国的一些方法, 融合在一起的。 。 那么这个展览呢, 的最后一个展品呢, 是比较, 比较适宜的一个山面的, 江河山水画。 表题叫带渡图。 这里有两个人, 他们在等这个原案的人, 他在周中, 然后呢, 他是, 他过来, 借他们, 他们在这个禁案。 他是一个雪景, 所以你看他这个雪山, 他是画的一个留白。 用的末, 用的非常的少, 但是他是按照这个方式, 得到一个诗意的感觉。 因为这是山面, 这是南宗的山面, 所以也可能在他后面有一首诗, 也可能是一个皇帝, 还是一个皇后写的, 我们不知道。 但是呢, 因为这个展览, 它也, 它也不是提供答案, 它是, 它是提问题。 所以每一个展厅都有它自己的关键问题, 到了最后, 我觉得应该提供这个很神秘的图像。 它, 它也并没有什么答案, 它就是提最后一个问题。 这些人在哪儿? 他们去哪儿? 他们等着谁? 这是这个展览的最后一步。 那我们大都会呢, 我们运气很好, 我们有一个中国的园林, 所以我觉得, 从这个江河的山水, 我们可以走进去, 我们自己的园林的山水, 在那边结束。 所以现在, 我要请你们各位, 到我们自己的园林的山水, 感觉到大都会, 对园林山水的空间。 大都会的阿斯特花园, 应该说是在纽约我最喜欢的空间之一。 所以应该很适合看这个展览。 最后, 我推荐你留一点时间到我们的园林山水来, 好好享受, 有山, 有水, 也有亭子。 所以, 别错过, 你还是要留时间到这里来, 坐一会儿, 好好享受这个环境。 我非常的高兴有这个机会, 介绍我们的新的展览, 西山武进, 中国山水化传统。 我希望和推荐你们各位, 都要来纽约自己参观自己看原作。 谢谢!